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香港你就算去一些公園玩不用付錢 都有些小迷宮給你玩的 我小時候最記得走那個沙田、沙角村 都有個小迷宮的 我想有很多真的在那裡住過的朋友記得的 但是現在拆了的 你也知道香港的遊樂場 那些真是所謂怕跌倒小孩的東西又不可以搞 那個迷宮怕會困著小孩又不可以搞 是的 沙滑梯高一點又不可以搞 然後地面硬一點又不可以搞 現在的遊樂場基本上就是寶寶小孩的遊樂場 那不要玩了 講一題外話大家不要怪我 因為實在太high了 這個不關科學生之事 但是我都要講的 我在溫哥華那裡 溫哥華那裡不是對著海灘的嗎? 你有去過嗎? 我沒有 OK 那裡有一個三層樓的沙滑梯 是在那個河裡 嘩 這些才是沙滑梯來的嘛 嘩 很high啊 我走上去跟著沙滑梯 很高的那裡 以前 依然你又是 這些不要講科學生之主 依然你住橫頭堪落庫的那些兩棟樓 中間的沙滑梯都兩層樓那麼高 是啊 三層樓啊 沙滑梯有的時候 而且那裡就好像沒什麼人看著你 有什麼冬瓜豆腐呢? 嘩 你可以脫衣裏看沙滑梯 沒有什麼 總之就好玩了 不過聽了就不要自己試一下 OK 有什麼算傷你不要回來賴我 那麥公那裡要講個故事 因為它一開始有一個典故的 這個Daedalus這個字是什麼呢? 是一個人名來的 在古希臘軍的時候 就傳說在這個克利特島那裡 就是現在那個島那裡有一個迷宮的 那裡面中間的迷宮裡面有個牛魔王 牛頭人生的 就每年雅典要送七個銅男童進去 被他吃掉了 那一個聰明應該是叫做Perseus 我記得好像 我不記得是Persesius還是Perseus 就他進去 要破除 斬腰除魔 就進去不尖回來的嘛 於是他有個公主喜歡了他 就送一個囊子給他 這個囊子就是他一走進去的時候 就黏著那個牆 一直走進去之後 就斬了那個牛魔王的頭來 就靠那個囊子走出去那個迷宮 這個迷宮是誰做的呢? 就是現在在電腦上面的名字 Deadless這個工匠做出來的這個迷宮 Anyway呢 這個字方面其實大家要留意 Maze M-A-Z-E 其實就不跟Netflix Netflix是用圓形的 Maze是四方的 但是四方怎麼可以搞到一個迷宮呢? 這一下又比較離奇一點 我們講了這麼久 其實想講什麼呢? 你去講了 那個標題就是說 物理學家就聲稱自己能夠製造了世界上最難走的迷宮 那就是看到現在台長你畫面上有展示出來這一塊這樣的東西 密麻麻這樣 任何迷宮你直也好 橫好曲也好 那你很容易用眼睛就追蹤到那條路徑是怎麼樣的 那現在這個迷宮呢 我看到它難的地方就是 你很容易用眼睛追蹤一下或者用筆畫畫一下 你也不知道自己畫去哪裡 就是你周圍的那個相似度太高 那我就大約明白了 這一種的東西就是 它似乎是想每一塊都不浪費 就用盡了你這個平面上面的所有空間 每一個空間裡面的那個空位都可能成為一條迷宮可能走的路 而最麻煩的就是一個迷宮最容易迷惑人的地方 就是四方八面的相似度很高 你不會特別認到這條是主要的道路 跟著這個就是重要的那個轉角位 你是很難認到一些這樣的地方 而且就是說你要不要浪費到這個平面上的空間 你最好就是設計到那條路徑 有這麼曲折得這麼曲折 最後就是你有時候你的迷宮就是你畫到好像很複雜 但是一條路直接插就行了 那有些這些就是容易的迷宮 但是有些會不會就是差不多整個畫面所有的路 差不多整個平面走完的時候呢 那你才能夠去到目的地呢 那這個就是難的迷宮了 那所以他就聲稱就是你基於一種什麼的 科學概念來去設計這個迷宮呢 那其實這裡有些很有趣的東西在這裡 那現在首先台長你畫面展示出來這個圖呢 我覺得好像象棋的棋盤一樣的 現在這個箭咀上面在畫面那些格那裡走來走去 就好像那隻中國象棋上面那隻馬那樣 是不是?但是很有趣的 我小時候都想馬就是可以這樣打一對角走 那於是在這個棋盤上面會不會有一些格是他走不下去的呢? 但是又不會的 你都知道你只要適當地跟隨著他那個馬的那個步法規則 然後向不同的方向走 你發覺呢 你想走去原本你旁邊走不到 不可以走一格呢 你繞一個圈回來你就會走得到的了 OK? 於是這種這樣的想法其實是多多少少呢 就是當然做這個 就是想這個數學的人他不是玩中國象棋啦 但是你要發覺中國象棋裡面就好像似乎有一種原素就是 你有沒有一種方法是令你在平面上面不斷走走走 一直不需要重複你曾經踩一個地方 但是最後你都可以完全就是 用一個看起來很複雜很多限制的步法 但是最後也都能夠踏足了這個平面上面每一格的座標的呢? 那現在似乎就是由這個東西開始想了 OK? 然後不要忘記 剛才我還提到一樣東西 一個難的迷宮就是 你要盡量在進去之後 不要浪費了這個平面 盡量能夠踏足這個平面越多的部分越好 於是你有沒有辦法在一個有限的平面上面 將一條最長的線放進去呢? 那麼這件事情我就立刻想到 像不像我們之前說的那些叫Fractos 分形的這些這樣的概念呢? 那麼的確是有了這些數學分形上的知識 就幫助到這一班的物理學家去想 怎樣設計這個這樣的迷宮 令到那個難度提高 最有趣的是不只加多一樣東西 也是剛才介紹的時候不小心提到的概念就是 你的迷宮欄就是周圍的東西很像 你會有些 你好像處身一個不規則形狀 但是你發覺這些周圍的不規則形狀呢? 它最後能夠密鋪平面 就是說你走進一個不規則的東西 然後周圍看的東西就相似度極高 你一個不規則的東西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有一些方向是獨特的 是不是? 但是最後你發覺 由這些不規則形狀可以這樣密鋪平面的時候 你就是不規則之中藏著一些規則 而那些規則是令到你更加難去辨別哪個方向是特別的 所以這裏就有些叫做 那個什麼Lattice 總之也是一些 台長你找不找得回那個字 去裏面看到那個 怎樣去砌那個平面 那個故事 你繼續講我找到了 是的 我以前有一些科學生資特別提過的 就是連英國很著名 後來因為黑洞 拿了諾貝爾文利學獎的Roger Penrose教授 他也都會研究這些圖案 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其實可以密鋪平面的圖案 但是它就不是好像一個四方形 三角形和六角形那麼漂亮 它是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但是它就可以密鋪平面的 那些叫Cosicrystal 我記得這一節 一些叫準晶體的東西 其實現在去做的迷宮裡面 如果你能夠引入了這個準晶體的概念 將一些不規則的形狀 組成一個密鋪平面的形狀 現在裡面你就有些地方作通個洞 有些地方就不讓它走 這樣砌出來的迷宮似乎就最迷了 即是現在不是說你在上面居高臨下這樣看去 萬一你真的用自己親身走進去的時候 你就發覺大件事了 大件事了 你很難去定到一些主要的座標 你唯一可能做的就是 好像剛才台長你說的那個神話故事這樣 你真的有條線 這樣帶著進去 令你有什麼事 就可以沿著那條線就馬上走 是不是 現在就是說 原來做了一個這樣的迷宮 裡面牽涉到 起碼我這裡看到 有兩個都蠻複雜的這些數學概念 第一就是剛才說的那些叫Cosicrystal 你說是密鋪平面的托迫學的一個課題的故事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說的 訓刑的故事 怎樣盡量在一個有限的平面裡面 裝無限長的線段在裡面 變成你發覺原來這兩個學問裡面 現在變成了一個去建構這個迷宮的一個 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 你剛才問那裡的Lattice是純粹是Lattice的這個字 那我就是Cosicrystal了 其實就是剛才我講的 就是我剛才醒了 就為什麼這件事會和那個準晶片 不是準晶片 準晶片 準晶體有關? 剛才都解釋了 其實它要在一個 就是盡量找一些不規則形狀去密鋪平面 而準晶體就是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發覺 譬如說你隨手在網上Google一下 就是準晶體 Cosicrystal這個字 你會發覺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例子 有時候它不是用一種的形狀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形狀就是 是五邊形 我們知道正五邊形是不可以密鋪平面的 但是有人就設計到一個 一個不規則的五邊形 但是它最後是可以密鋪平面的 也有一些例子就是要結合兩種形狀的 譬如我們小時候住的那些堂樓的話 那些紙皮石鋪在地上 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印象 是由一個小的四方形階磚的紙皮石 加一個八角形階磚的紙皮石 你就將它能夠砌到可以密鋪平面的 這個其實都是一種Cosicrystal的例子 那會不會有一些準晶體 是需要用到兩款 甚至以上的不規則形狀 最後是能夠密鋪平面的呢 那這個數學是怎麼建立的呢 那這裡就是純粹想的問題 最簡單的 如何密鋪平面的 但是現在你說想用來整個迷宮 那就變成將這個東西用在一個迷宮的設計 但是你問我呢 其實你說這些 那你說設計了迷宮有什麼用呢? 那我這裡又要提一下 就是通常研究這些這樣的問題的人 他很多時候是研究那種材料科學 是會很有用的 就是一樣東西你會發覺有幾疏孔 和有幾透水有幾疏孔 就是很多時候牽涉到就是 你譬如一個材料 你可不可以做到用最少的物料 來到最後令它能夠做出來的支撐力是最高的呢? 那很可能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這樣的份營的問題就有關事了 另外就是說 剛才有時候都不小心就抓到了 抽油煙機的那個濾網 和我們講的太空站裡面的那些過濾有毒氣體 還有抓住細菌的那些這樣的網 你裡面的網的網狀結構要做到怎樣? 才能夠令到它的表面積 將一個表面積最大的一樣東西 去擺在一個最有限的空間裡面 再加上到譬如說 就算你駕車也是的 有那些這樣的吹化器這樣 你的吹化器就要將那些廢氣 你盡量能夠去塑到它裡面那些有害的成分 就令它噴出來的就是符合這個排放標準 那你一樣 你裡面那個濾網裡面那個形狀 那些東西粒粒粒的設計 盡量怎樣去增大它的表面積 來將那些有毒的氣體吸得最好呢? 你會發覺就是這些這樣的份營 這些這樣的問題就變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 那所以呢 就是通常你說 就是研究這些這樣的 整個這樣的迷宮 當然一出來就好像以後就是 由這些人整個迷宮出來就最難走這樣 那這個就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的 但是由他們運用的到這套理論去做 可以做到很多對世界上都幾 實際有應用用途的一些東西 它的另外一個例子 隱形戰機是跟這個有關的 隱形戰機是什麼? 設計 哪部分呢? 被雷達那部分 它是說它的反射 那你怎樣能夠 那那個反而你問我就是 和運營我就想不到一個什麼很直接的關係 那 就是這些我反而覺得 都是和那個光學的東西有關多些 那所以我 如果你說隱形戰機 我想不到什麼特別相關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你看到現在的戰艦 和以前是完全改善的形狀? 嗯 嗯 就是又是又不是 那你說那個形狀 是不是完全是一個物理上的因素 如果它是有心準備要規避一些偵測的時候 你看到它那個設計的角度是特別不同的 但是那個跟我們這次講的東西就不是很相關 但是另外你說不同的就是它本身那個功能上 就是你能不能夠那個行速快水左低的那些又 或者令到它特別容易 是不容易作沉的 另外一回事 那那個就是牽涉到其它的那些 跟光學工程上的東西有關 但是你再說回就是 如果你說這些 糞型啊 這些這樣的準精體的東西呢 很多時候是跟材料上的東西有關多些 它怎麼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就是最堅固啊這些東西 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們說呢 世界上最能夠去吸收這些衝擊的形狀呢 其實背後它做出來的那塊螺旋文空心的東西呢 你會發覺都有些少許這些 就是糞型的概念在裡面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這幾何的圖形呢 後面是不是有一條程式在那裡? 幾何的圖形啊? 就是說那幾個圖形呢 如果我們用數字去表達 是不是有一條的方法在那裡? 這樣講 我自己學的那些叫topology的知識有限 那topology上面呢 是有幾個那些數學的很簡單的定理的 就是上面講你的那些頂點啊 還有線段啊 還有上面那些平面的數量 用界出來平面的一些特定的數學關係啊 那它有一些叫topology的法則在背後的 但是你問我 那究竟現在這個迷宮裡面 背後殞藏了一個什麼的topology的法則呢? 那我自己都具體上都不清楚 但是回到這個報道裡面呢 它裡面其中有提到的 它有一種叫做Hermatonian Cycle 就是它那樣這樣的東西呢 就應該是有一個 你叫做一個Hermatonian Cycle呢 它就有它們的那個數學規律在背後 也就是說在我們這一節呢 初段我們講到好像象棋棋盤的 那個馬行日的那幅圖的上面 它就有提到這個字眼 就是它就是說有了這個Hermatonian Cycle 而這個Hermatonian Cycle 應該就有一個嚴謹數學定義的法則在裡面了 那它就是你遵從這一種Cycle呢 它就可以呢 你是用一個固定的一個步伐 就將這個平面上面每一個座標格 都不重複地走一次了 那要看一幅圖 這個就是馬行日的那個步伐 是 是 是 可能這個基本上是中國象棋來的 玩個手 是啊 最後提到這個Minotor 這個就是我開始講的神話裡面 是江牛魔王來的 所以這個故事可以重溫那個 希臘神話的這一段 這一節我們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講 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